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个国家的最高大权,要么掌握在国家元首手中,要么掌握在政府首脑手中,比如法国的最高大权就掌握在总统手中,日本的最高大权就由内阁首相行使,世界各国普遍都遵循这一原则。 但是有一个国家很例外,国家的最高行政权,最高立法权,最高军事指挥权,竟然由一位将军来掌控。 动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他就是缅甸一号人物,缅军国防军总司令米昂来大将,现在米昂来却背叛了他的承诺。 站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相反,新国赶王彭德人才是中国的朋友,电信诈骗都是缅甸政府军支持的,彭德人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欢迎彭将军率徒回归华夏,人未踩死,鸟未食亡,骨鱼讲得不错,打蛇打七寸, 将幕后最大boss米昂来抓回来中国受审,无论个人或国家,立即可以,不要损人,否则行之不远。 米昂来是缅甸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也是缅军的最高统帅,米昂来曾经积极推动缅甸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他曾经说到,中缅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发展势头。 取得丰硕成果,缅方愿同中方一道,进一步加强缅中友好合作,积极构建缅中命运共同体。 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米昂来积极运作缅甸与中国全方面的合作,修建物资通道,油气管道等,一度被视为中国的亲密盟友。 可是,在后来,米昂来带领的军政府,推翻了昂山素季的统治,慢慢的,米昂来走向了军政府独裁的统治,背叛了他之前对中国的承诺,米昂来这个人的野心很大,却蜀目寸光。 他推翻了昂山素季以后,得罪了西方世界,为了缓和与西方关系。 又将已经达成的中缅所有经济合作协议撕毁,从而直接得罪了我国,也失去了缅甸在全球的信誉。 米昂来大将 说起米昂来大将,可是一个全球知名的大人物,虽然他的前半生平平无奇,但是在军旅生涯中遇到一位伯乐之后就彻底飞黄腾达,实现了咸鱼翻身的奇迹,凭借着沉默寡言,老程持重的性格悄悄地登上了缅甸国家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成了缅甸扛靶子。 1956年,米昂来出生在缅甸联邦德琳达一省图瓦市的一个官宦家庭。 他的父亲曾是缅甸建设部的官员,但是米昂来前妻却不如父亲,心中抱负在坎坷中前行。 先是从仰光大学法律系转入缅甸国防服务学院就读,米昂来多次申请都没通过,直到第三次才取得成功,年仅18岁的米昂来正式开启了长达48年的军旅之路。 其次,米昂来从缅甸最好的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与缅甸东北部少数民族武装作战的缅军野战师44时,多次与敌人作战却近身缓慢,长期在野战师、军区、机动旅等部队之间任职。 很少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幸运的是,上天并没有忘记这位矮个头的小军官,而是送给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基于米昂来作战勇猛,敢打敢拼的性格,他调进了缅甸陆军五大主力师之一的第88部兵师,米昂来在这里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伯乐,师长丹瑞上相。 丹瑞在缅甸也是个重磅角色,他曾从88部兵师指挥官的位置上,一步步晋升为缅甸东南军区司令、陆军副总司令、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缅甸总理等职,他所建立的军政府接管缅甸国家大权长达20年时间。 米昂来正是在丹瑞大将的提拔下,一步步走向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最终成为继丹瑞大将之后,缅甸第二位掌握实权的军事强人。 上面已经说了,米昂来在军校期间表现平平,在服役前期也未能获得重用。 那么,他在结识了丹瑞大将之后,凭什么能让丹瑞这个伯乐来识别到米昂来这匹千里马的能耐呢? 其实,这得益于米昂来自身所表现出的铁血,强硬,但又善于灵活变通,软硬兼施的形式风格。 我简单举三个例子就知道米昂来将军的军事指挥能耐。 一是,米昂来以怀柔的方式,维持了动乱地区的稳定,缅甸的三角军区是一个防区任务最重,安全压力最大,危险系数最高的军区。 该军区长期都在与缅北少数民族武装做斗争,动乱不堪。 可是当米昂来于2002年接任缅甸三角军区司令后,就改变了以往缅军野战师强势围剿,步步紧逼的姿态。 而是利用优势兵力,对少数民族武装施展军事威慑。 果然,米昂来这招怀柔方式奏效了。 少数民族武装知难而退,多次放弃了与缅军的硬碰硬。 实现了三角军区以往少有的和平。 二是,米昂来以大棒夹胡萝卜的策略,解散了数万示威民众,由于缅甸军政府长期对物资进行管制,造成民生活动的极大不便。 在丹瑞大将统治末期的2007年,缅甸爆发了自198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数万民众跟随僧侣走上街头。 掌管统治权的丹瑞大将非常头疼,亟待平息众人的反对浪潮。 在这个关键时刻,刚转入缅军中央机关任职的米昂来又出手了。 米昂来反对缅甸军政府总理吴登胜将军,后任缅甸总统,的温和政策。 而是采取大棒夹胡萝卜的分解策略,一方面派遣军警对带头闹事的人强势打压,另一方面与愿意合作的势力缓和关系,成功快速地平息了风波。 缅军政府一号人物发生。 在缅北武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近期抵达缅甸仰光,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 就在中方舰队离开的前一天,缅甸军政府一号人物米昂来公开表态,给缅北持续了一个月的冲突定了信,直至有外国专家协助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简称明第五,对军政府发动广泛的攻势。 米昂来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外国无人机专家参与了上个月对缅北胆帮军事哨所的袭击,而明第五一直在使用技术先进的无人机攻击军政府阵地。 不过,米昂来没有具体说明外国专家来自什么国家,只说由于明第五一再利用无人机投掷炸弹,缅甸军方不得不从一些阵地撤出。 米昂来的话得到了网络上流传的视频的证实,与俄乌冲突中,大量使用民用无人机携带炸弹袭击对方军队的战法相同,明北明第五也大量使用了同样的技术。 这类无人机技术早已扩散,世界主要冲突地区都有大量的技术人员,能够使用在市场上合法买到的货架产品,自己组装无人机,自己改装炸弹投掷装置,当然作为世界民用无人机和零部件最主要产地的中国,这样的技术人员也比比皆是。 因此,米昂来口中的外国专家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只要有钱就能请得到。 这次米昂来以军政府领导人身份给缅北冲突定性,将之归咎于由外部势力支持明第五叛乱,暂时还无法判定其指的是中国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 关键在于,米昂来选择在此时就缅北冲突做出重要表态,背后隐含的信息非常微妙。 当前缅甸国内四处起火,除了缅北冥第五三兄弟联盟在进攻果敢电炸四大家族武装时,对缅甸政府军也进行了攻击之外,由西方国家支持的缅甸反政府力量人民保卫军也乘机发起了对缅甸政府军的攻势。 此外,缅北还有几支明第五是由西方国家支持的,此时也起来作乱,西方媒体已经开始欢呼缅甸军政府岌岌可危了。 当然,米昂来的话也可能有指责中国的意思。 不久前,一些支持缅甸军政府的缅甸人在仰光举行了罕见的示威活动,指责中国支持明第五,示威活动得到了缅甸军政府的默许。 这反映出缅甸军政府明显的两面性。 缅甸军政府一直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没有干涉缅甸内政。 缅甸军政府发言人佐敏吞前几天还在官方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中缅两国军事关系牢固,两军合作友好且不断加强。 缅甸军政府对待缅北电炸产业的态度也具有两面性。 最近两年中国政府屡次要求缅甸军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取缅缅北电炸产业。 但是缅甸军政府一直不闻不问,或者象征性的抓几个小喽啰交给中国政府来应付差事。 在缅北三兄弟联盟武装开始进攻果敢之后,缅甸军政府才大规模取缅了电炸园区,已经将数万犯罪分子移交给中国方面。 并且对一家较小的电炸家族民学昌家族采取了行动,但是对著名的四大家族仍然网开一面。 这种态度是不能让中国政府满意的。 中国政府并不支持任何冥帝武。 网上有人说有些冥帝武的部队使用了中国95式突击步枪是中国提供的。 这是不正确的,果敢地区有自己的兵工厂,能够自己制造多型轻武器。 想想看,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接地区的白沙瓦镇,就是世界著名的首挫轻武器产地,没有什么枪支不能仿造。 缅甸冥帝武的工厂技术水平,还是要比白沙瓦的作放高一些的。 我们以前普及过,缅甸所有冥帝武控制的地区普遍存在着黄、堵、毒、诈犯罪集团,没有哪家是干净的。 这次三兄弟联盟对果敢的进攻,表面上打着帮助中国清除电炸集团的旗号。 实际上是为了收复失地,报复叛徒,电炸四大家族与彭家生的恩怨可以写一本书了。 历史上缅北冥帝武之间的火兵经常殃及中国编民,给中方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 这次也不例外,此前一队中国卡车在缅北胆邦西北部的木解镇遇袭,一百多辆货车被烧毁。 明第五各方和缅甸政府军都说,不是他们干的。 中方通过在中缅边境的军事演习和舰艇编队访问缅甸,就是同时在向反政府武装和缅甸军政府发出信号。 对反政府武装来说,中国认为家门口不能乱,不能有动荡和紧张局势,中国希望让冲突平息,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影响中国云南边境和地区的稳定。 而对缅甸军政府来说,中方表明的是中方将继续打击电信诈骗,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明第五。 中方希望缅甸军政府将此事件简单视为打击诈骗犯罪的跨境合作。 où 白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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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